人死观 梁玉春 恍惚 前二三年有许多学者热烈地讨论人生观这个问题 后来忽然都戈笔不说 大概是因为问题已经解决了吧 到底他们的判决词是怎么样 我当时也有些概念 可惜近来心中总是给一个莫名其妙不可思议的烦闷罩着 把学者们拼命征得的真理也忘记了 这么一来 我对于学者们只可面红耳热地认作不足教的蠢货 可是对于我自己也要找些安慰的话 使这彷徨无一黑云包着的空虚的心 不至于再加些追悔的负担 人生观中间的一个重要问题不是人生的目的吗 可是我们生下来并不是自己情愿的 或者还是万不得已的 所以小孩一落地免不了交提几下 既然不是出自我们自己意志要生下来的 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自己人生的目的呢 相隔的土豪猎身给人拿去游街 他自己是毫无目的的 并且他也未必想去明白游街的意义 小和事不得不留 自然而然地留着 他自身却什么意义都没有 虽然他也曾带伴落花到汪洋无边的海里 也曾带爱人的眼泪到他的爱人的眼前 布朗宁把我们比作大将轮上滚成的花瓶 我客厅里有一个假康熙采的大花瓶 我对他发呆地问他的意义几百回 他总是呆呆地站着 说不出一句话来 但是我却知道花瓶的目的 同用处 人生的意义 或者只有上帝才晓得吧 还有些半疯不疯的哲学家高场 人生本无意义 让我们自己做些意义 梦是随人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的 不过我想梦最终脱不了一个梦吧 黄梁不会老主不熟的 生不是由我们自己发动的 死却常常是我们自己去找的 自然在世界上多数人是寿终正寝的 可是自杀的也不少 或者是因为生活的压迫 也有是怕现在的快乐 不能够继续下去 而想借死来消灭将来的不幸 像一对夫妇感情极好 却双双服毒同静的 这些人都是以口问心 以心问口商量好去找死的 所以死对他们是有意义的 而且他们是看出些死的意义的人 我们既然在人生观这个迷远里走了许多 何妨到人死观来瞧一瞧呢 可惜君子见其声不忍见其死 所以学者既不摇旗呐喊在前 高唱各种人死观的论调 青年们也无从追随奔走在后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因此我做这部人死观 无非出自抛砖引玉的野心 希望能够动学者的心 对人死观也在切实研究之后 下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判断 若生同死是我们的父母 不 我们不能这样说 我们要征服自然 若是生同死是我们的子女 那么死一定会挪着嘴抱怨我们偏心 只知道生不管死 一心一意都花在身上面 真的 不知我们平时都是想着生 哈兹利特死时候说 好吧 我有过快乐的一生 Well I laugh highly happy laugh 他并没想死 是怎么一回事 夏洛特伯朗特 临终时候还对他的丈夫说 我现在是不会死的 我会不会吗 上帝不至于分开我们 我们是这么快乐 这真是不到黄河星不死 为什么我们这么留恋着生 不肯把死的神秘想一下呢 并且有时就是正在冥想死的伟大 何曾是确实把死的实质拿来拒绝 无非还是向生方面着想 看一下死对于生的权威 做官做不大 发财发不多 打战打败仗 于是乎 叹一口气说 千古英雄同意死 和自古皆有死 漠不隐恨而吞声 任他生前何等威风 赫赫 死后也是一样的寂寞 这些话并不是真的对于死有什么了解 实在是怀着嫉妒 心恋着生 说风凉话 结一结怨气 在这里生对死 是借他人之执笔 发自己之牢骚 死 是在那里给人利用 做抓爆粒子的猫脚爪 生却嬉皮贤脸的 站在旁边受用 让我翻一段 罗利爵士在世界史里的话 来代表普通人对于死的观念吧 只有死 才能够使人了解自己 直指给骄傲人 看他也不过是个普通人 使他厌恶过去的快乐 他证明富人是个穷光蛋 除庸塞在他口里的沙力外 什么东西对他都没有意义 当他举起他的镜 在橘色美人面前 他们看见承认自己的毛病 同腐朽 能够动人 公平同有力的死呀 谁也不能劝服的 你能够说服 谁也不敢想做的事 你做了 全世界所羡慕的人 你把他置在世界以外 看不起他 你曾把人们的一切伟大 骄傲残忍 雄心集在一块 用小小两个字 躺在这里 盖尽一切 这里所说的是平常人 对于死的意见 不过 用伊丽莎博时代文体 来写壮丽点 但是我们若时 把它细看一番 就知道里头 只含了对生之无常 同生之无意义的感慨 而对着死国里的消息 并没有丝毫透露出来 所以倒不如叫做生之哀辞 比死之冥想还好些 一般人口头里所说 关于死的思想 不叫抽简 看起来中间只包了生的意志 那里是老老实实的 人死官呢 庸人不足论 让我们来看一看 沉着声音 两眼渺茫的 望着晴天的宗教家的话 他们在生之后 编了一本续篇 天堂地狱也不过如此如此 生与死给他们看来 好似河岸的风景 同水中反映的陰景一样 不过映在水中的 经过绿水特别巨异中 飘渺空灵之美 不过他们说的 来生是不是进化水月 但是他们所说 死后的情形太似生死 使我们心中有些疑惑 因为若使死 真是不过一种 眼不断的剧中 一会儿的闭幕 等会儿 迪明目开 仍然蓄言 那么死对于我们 绝对不会有这么神秘似的 而幽冥之格 也不至于到现在 还没有一线的消息 科学家对死这问题 含糊说了两句 不负责任的话 而科学家却常常 仍旧安身立命于宗教上面 而宗教家对死 又是不敢正视 只用着生的现象 反映在他们 西洋境 做成八宝台楼 说来说去 还在执着人生观 用顿词来敷衍人死观 还有好多人一说到死 就只想将死时候的苦痛 佐治 在他的草堂随笔 说生之停止 不能够使他恐怖 在床上久病 却使他想起会害怕 当该萨被暗杀前一夕 有人问那种死法最好 他说 要最仓促迅速的 疾病苦痛 是生的一部分 同死的实质 蛮不相干 以上 这两位小妾军阀说的话 还是人生观 并不能对死 有什么真了解 为什么人死观 老是不能成立呢 为什么谁一说到死 就想起生 游是眼镜 住着生 碌碌苏苏 说一阵 顿词 而不抓着死 来考究一下呢 约翰生 曾对 Squell 说 我们一生 只在 想离开死的思想 死 是这么一个 可怕 琢磨不到的东西 我们总是设法 回避它 或者将生死 两个意义混起 做成一种 骗自己的幻觉 可是我相信 死绝对不是 这么简单 乏味的东西 And Julief 是 愧得点死的意义的人 他写 来象征死的可怕 写七个 一死的人 来表示 死对于 人心里的影响 虽然 这两片东西 我们看着 都会害怕 它们中间 都有一段 兴起药木的美 Christina Restaling Egan Allen Paul Ambrose Bass Tong Rodden Sand 对着 死的本质 也有相当的了解 所以他们 著作里面 说到死 常常有种 凄凉 灰白色的美 有人解释 And Julius 说他身旁 四面 都被围墙围着 而在好多墙之外 有一个 一切墙的墙 那就是死 我相信 在这一切墙的墙外面 有无限的风光 那里 有说不出的好境 想不来的情调 我们对生 既然觉得 二十四分的单调 同乏味 为什么不勇敢的 放下一切 对生留恋的思想 深深的 默想死的滋味 压下一切 懦弱无用的恐怖 来对死的本体 递着细看一番 我平常看到 海骨 总觉有一种 不可名言的痛快 它是这么光着 毫无所怕的 站在你面前 你真想抱着它 来探一探 它的神秘 或者 我身里的骨 会同它 有共鸣的现象 能够得到一种 新的发现 海骨 不过是死宫的门 已经给我们 这种无量的欢乐 我们为什么 不漫步到宫里 看那千奇万怪的建筑呢 最少我们 能够因此 顿了生之无聊的压迫 只将猝死 暗杀 当作艺术看 就出现了一片 归其伟丽的境界 何况 我们把整个死 来默想着呢 来 让我们 这会死的凡人 来客观的 戏玩死的滋味 我们来想 死后灵魂不灭 老是这么活下去 没有了七的烦恼 再让我们来 细微死后 什么都完了 就归到 没有了的可爱 永生同灭绝 是一个极有趣的 我们尽可能 和死亲密着 赞美这个 做得这么完美 无辞 何必提到死 就两对牙齿打战呢 人生观 这把戏 我们玩得可艳了 换的花头吧 大家来建设 个好好的人死观 在Caleo的 The Love of John Standing 中有一封 Jarling 在病快死时候 写给Caleo的信 中间说 它是很奇怪的东西 但是还没有旁观者 所觉得的可悲的百分之一 选自春聊集 上海北新书局 1930年 2030年